妳欺負外國人是不是 妳當我外國人好欺負是不是 聽不懂日文是不是 然後我就聽到一個聲音說 我們不是巴蓋亞路 就是她 好可愛喔 她就突然間跑到我旁邊 就加入我的 你懂嗎 就跟她說 我們不是巴蓋亞路 我就看人家說 別是妳 我就 給我巴蓋亞路 我就一起罵她 然後我就發現 我就發現她變了 因為她以前只會躲在我的後面 可是她竟然敢用 不會講日文跟她說 你才巴蓋亞路 她躲在妳後面有推妳一把 她就沒有 她就只會冷眼旁觀 可是我就會覺得對 可是 但是到現在 妳的意思是說妳的苦心 到現在終於有了回報 終於有了回報 但是她還是 就是因為她是一個極度低調的人 她就不允許我在任何的 比如說電視上公布她的照片 在Facebook公布她的照片 所以我今天有帶來 唯一的一張我兩個合照 妳太拚了吧 我們就在今天這個節目當中 就公布了 妳要求婚嗎 妳要跟她求婚嗎 這就是三個月不能說 就是 反正她就是 不允許我就對 只要可能一群人發現我拍到她 我PO上去了 她就會跟我大吵一架 但這張照片她是OK的 而且她也同意我帶來 在節目上跟大家是在講的 只有背影嗎... 我們的唯一一張合照 沒有 這是她從自己的側照 我想妳給她 想要給她看的是妳吧 對 我們想看的是那男的 妳跟我們想看的是那女的 妳根本就是要秀妳自己而已 沒有啦 真的 下一張這種照片我們看多了 我們就另類合體 她就覺得這張照片OK 妳可以PO 所以我就PO了這張我倆的合照 她會滿心情怒 想說有一個親戚的合照 對 醜婚了 真的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不要想要改變對方太多 我就是告訴大家一個 改變太多變成不好的例子 就是Over的例子 像我老婆 她基本上以前跟我交往的時候 她就是一個不大喜歡曬太陽 然後基本上都在家裡的一個女生 都會女孩 跟我交往的時候 因為我喜歡往外跑 我喜歡戶外活動 我帶她去露營 我帶她常常去海邊玩 然後慢慢的她就 因為有了小孩 她也覺得跟小孩一起過 這樣的生活不錯 我覺得不錯 就我老婆 因為我而慢慢的有了這個改變 配合我們這一家人的生活模式 然後她也容許她自己 偶爾去曬一曬太陽 只是可能要穿個長袖防晒 我又覺得很感動 但是到了大概三個月前 我後悔了 為什麼 因為這叫做 她現在從一天 24小時 她可以安排什麼行程你知道嗎 早上我們先去騎腳踏車 騎完腳踏車的時間 我們再去滑草 滑草完了以後 下午我們去浮潛 好累 浮潛完了以後 晚上再跟朋友去吃飯 吃飯完了以後 再跟朋友喝酒宵夜 體力好累 她一整天排得滿滿滿的 我說妳不覺得排得太滿了嗎 而且這樣的日子 是每一天都是幾乎這樣 就一直排滿... 沒有一天休息的 這叫做改過頭了你知道嗎 所以要改也不見得是件好事 這是為了解 這是好的嗎 已經過頭了 已經變成我的壓力了 怎麼會 怎麼會 其實目前也有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我之前交了一個 就是年紀比較小的男朋友 然後 哪一任 什麼哪一任 不好說 就是年紀大概差個四五歲 左右 但是 對 但是因為她是比我小 但是問題是因為她才在二十幾歲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已經三十出頭的人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考慮說 要結婚的對象 就是可能會覺得 也許我現在還沒有想結 可能但是可能 大概再穩定一點 交往久一點 可能一兩年 兩三年之後 可能就會想定下來 對 想結了 但是問題是 男生就是她可能兩三年之後 她也還不到三十 對 因為年紀比較小的關係 她也還不到三十 我有時候會設身處理 替她早下就想說 也是 就是妳都還沒30歲 妳怎麼會想要結婚 會想定下來 但是她這個人 是非常穩定的一個人 但是她就是想要衝事業 她會覺得說 她現在就是想要拚事業的階段 她就覺得說 還不敢想到這一塊 就是她又想說她要結婚 她也想定下來 可是她會覺得 她想要專注在她的工作 對 我覺得這是好事 這段是好 但是就是會卡在一個問題 我們金錢觀念 會有點點問題 落差 對 落差 就比如說可能對我來說 一頓飯吃個500 1000的 應該還好吧 就是不是說真的很過分或什麼的 但是可能對她來講就是 天啊 一餐要超過500塊 怎麼會這麼貴 對 就是感覺很像是 已經就是用掉她很多錢的感覺 無所謂也 無所謂就是沒關係 我們就是都各付各的 其實長期下來 我們也都是一起各付各的 因為我也覺得 因為她現在在拚事業 工作性很強 她也不是一個亂花錢的人 所以我也覺得那也沒關係 好 以後如果說 我們要去吃貴一點的東西的話 無所謂我就跟我其他姐妹 好朋友約吃飯或什麼的 我跟她的話可能就是隨便吃一下 或是有時候就是吃個路邊攤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可以解決的 她也覺得這樣子相處的模式 後來慢慢的也達到一個共識 就是因為原本以前是 剛開始的時候會有點謀和 就會覺得 跟妳交往很花錢 對 然後出去吃飯很累 然後有時候會擔心說 我這樣跟她出去吃飯 就是我會擔心說 我不是擔心說我能不能付 是擔心說那妳這樣子吃 然後她會覺得 壓力會不會太大 對 她會可能壓力很大 可能一個禮拜就是變成是說 我們不能很常碰面 因為一常出去吃飯就是 就要花錢 對 就要花錢 然後一吃飯就一定是那種 因為就可能去餐廳 但是吃肉跟麵 但是因為太快結束了妳知道嗎 11 11 對 對不對 因為妳有姐姐 有得吃 人家有人家的品味 OK 妳為什麼我要錄到就說 有事 第二線八折 對 193 更前一 193.79 但是常吃微負的不好不健康 對 他有包子 他有熱狗狗 所以就是後來我們就有調到 我們的平衡 就是覺得 就是他現在可能 因為可能交往 就是他後來就工作也很穩定 有上軌道什麼的 所以他覺得吃一餐 500塊的東西不會太貴 他可以接受或什麼的 然後就可以調... 調到一個適合的階段 但是好了 問題就開始來了 就是因為我們太習慣 是各副各的 然後好 有一天就是我們 就是突然聊天 就聊到就是對於未來的想法 還有未來對家庭的想法或什麼的 他就聊... 就聊到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問我說 那妳的想法是怎樣 我說至少就是男生 要有辦法可以負擔家裡的一切這樣子 對 我也覺得也沒有很過分 也不是說我要靠他養活什麼的 對 但是他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之前可以各副各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 這個價值觀的問題就是 一個還滿嚴重的問題 但是除了這些方面 其他就是我們真的什麼都很合 什麼都很好 對 就是會變成到那個 捨不得放不下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文如說的價值觀很重要 妳前面三個都開創新作的 價值觀很重要 我曾經也還有交往過一個 五年的男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已經論及婚嫁 然後他也跟我求婚 我都答應了 可是這個男生 我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經濟狀況很不好 因為那一陣子金融海嘯 雷曼兄弟的事 他拿房子去抵押 所以大概賠了兩 三千萬 其實他的每個月 就是必須要付利息 他不可能一口氣 就把房子直接抵押掉 所以他就付那個利息 但是我就發現 他的消費方式 讓我覺得不能認同 譬如說他已經有這個債務了 可是他買一個水瓶 裝水的瓶子 他可能可以花兩 三千塊 買一個玻璃瓶 就放在那 或者是他幫我買禮物 可以買兩 三萬那種 我就會提醒他 我說其實真的不需要這樣 因為現在狀況不好 可是那時候 你又會一邊想說 譬如說他喜歡買那些瓶瓶罐罐 我在想說他是不是想要 抒發一些壓力 或者是他看到這些會比較開心 那就是盡量以他為主 就是他開心比較重要 然後一開始 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可是愛可以解決一切 可是當現實層面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怎麼樣都不能讓他開心 到了第五年 有一次 就是我們這樣 這個債務一直都還在 可是我們的生活 幾乎是就是每天愁眉苦臉 沒有品質 但我一直覺得 我要站在後面鼓勵他 然後支持他 那時候壓倒我的 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是有一天 因為這之中我就是 一開始他還會聽你的鼓勵 然後兩個還會有一些夠明 到後來他簡直 他就已經沒有辦法聽了 身子已經變得非常非常負面 到會影響到我的情緒了 然後到後來就是我們每天 就像陌生人一樣 然後那陣子這樣五年下來之後 有一天 就是髮型師那時候 在幫我弄頭髮 就是那陣子就發現 我有鬼剃頭 我自己都不知道 覺得壓力強 對 那時候是那一天 而且其實除了鬼剃頭 我一直都還沒有講 那一陣子我第一次知道說 什麼叫人快要憂鬱症的傾向 就是那一陣子我是 譬如說自己去餐廳 工作完想說趕快吃完麵就回家 我是會 我根本沒有想到任何事 眼淚就一直掉一直掉 然後我就覺得好丟臉 然後我就趕快 全部的就趕快出去 然後我就是真的蹲在街上大哭 因為你不敢跟家人講 然後讓他們擔心 然後跟朋友講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講的 好衰的麵店 對啊 等一下 這個麵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對啊 吃完了就這樣 對啊 還吃到這樣 而且還不周圓景 就在我的門口哭 對啊 你媽媽也周圓景一點 人家想發出方式了 但是你不能講 因為跟朋友講沒什麼必要講 沒有人可以幫我們解決 然後跟父母講 也只是讓他們擔心 對 然後那陣子就是 譬如說他出去的時候 朋友約我 我第一次知道說 什麼叫出不了門 就是我會臨時跟朋友 五分鐘前改 我其實不是放鳥 我都已經準備好 要出門的時候 我發現我出不了那個門 其實已經負面到一個就是 天啊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自己都不認識我自己了 對 我那時候才跟他說 我們應該彼此分開一下 因為我已經給不了你 這些正面的東西了 可是很奇怪 他們兩個都還滿優秀的 他們兩個一分手 男的也過得越來越好 對 真的假的 就是溝通 然後了解 然後可以解決這樣子 所以現在都各過各 然後都過得很重要 我一直都很不錯 對 你們兩個不要再碰面 路上有一天你碰到 因為 趕快遠一點 對 而且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還是可以當朋友 因為我們有共同養一隻狗 我們就已經可以互相開玩笑 因為我那天發現 這隻狗怎麼不太認識我 牠會開玩笑說 畢竟看過這麼多媽咪 牠當然不認識你 就是就已經變成朋友 對啊 OK 好 老師 這一張是要跟我們講嗎 我們要講的是停損點 每一個人在 柔頭琴骨的過程中 有一些點不能踏 踏到這個點 可能這個星座的人 就不能夠接受了 和這些星座的人相煮 抓住這個就能長長久久 覺得 的人骨子裡是很不喜歡 被人家感受的 多問個兩句他就抓狂 而他最能 他最能 在一起久一點的對象 就是那個不過問他 信任他